下面一个重点词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使某人相信 使某人信服 这个重点词 我们跟老师还是先大声读起来 一定注意 这个CON在中读的时候 怎么发抗 抗这个声音 但在轻读时 这个字母O你看 是发的到意思的 所以不要都convince 不对 是发抗抗 轻读 然后字母V 老师前面说了 一定是上牙处下唇 这个动作 所以大声读一遍这次 convince 再来一遍 convince 好极了 使某人相信 一定记住搭配 一定记住搭配 convince somebody of something 使某人相信某事 第一个避语是人 然后叫of再加事情 如果表示某人对某事相信 也可以用被动 叫be convinced of something 都可以 咱们看一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 he failed to convince the jury of his innocence 咱们刚刚见过 这个jury是什么呢 大家还记得陪审团吗 他fail to的未能 他未能使陪审团相信 他是清白的 清白用名词innocence就好了 就使某人相信某事 注意一定记住这个词搭配 他不能跟convince something 一定先加人之后 再加of再加事情 一定记搭配 否则的话这单词就死了 跟他类似的还有很多很多 咱们多记几个 举一反三的 比如说治好了某人的某个病 这个cure也可以这么用 cure somebody 再加of 之后再加这个病的名字就好了 我们看例子 the doctor killed him of his lung cancer 什么意思呢 医生治好了他的肺癌 治好了他 先加人 加of之后 再加这个疾病就好了 这是治愈 可以用它 类似的还有通知某人某事 哎呦这个更容易错了 通知inform 我们同学经常说inform something 通知这个事 不行 通知的宾语一定是人 加上of之后 再加事情本身才可以 这个特别容易错 特别容易错 比方说 my ex-wife inform me of her marriage 什么意思呢 我的前妻通知我 她结婚了 先加我 再加of之后 再加这个事情 我的前妻通知我 我结婚了 看我老公吧 比你可帅 对吧 来吧 来看看来吧 通知某人 有某事 一定先加人 再加of之后 再加事情 一定记住 不计搭配 这个非常容易犯错 再看几个 使某人回忆起某事 使某人回忆起某事 我们大声把这动词再度一下 remind remind 这个注意跟remember不一样 一定是先加人之后 再加of 再加的事情 是使这个人 回忆起这个事情 你比如说 我们看看 这个一个场景下 比如说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或在路边的时候 或者是在工作的时候 旁边有一个美女 或者是一个帅哥 长得不错 很有信力 咱们想跟她搭讪 说两句话 当然又没有话题 你说陌生人 我说跟我交朋友 这个总觉得有点突兀一些 怎么办 咱找个话题 对不起 搭奖一下 咱以前是不是见过 你是我回忆起了我的一个同学 这后边就有话题了 那么可能说 Excuse me Haven't I seen you before 是不是我见过您呢 你是我回忆起了我的一个同学 怎么说 You remind me 注意 不能说of my classmate 应该这么说 You remind me of one of my classmates 你是我回忆起了我的一个同学 注意要叫one of my classmates 或者说a classmate of mine 也行 但不能说my classmate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同学很多 你是我同学里的一个 如果从小学到大学 只有这一个同学 那没错 但是很多同学中的一个 英语表达注意特别精确 但如果说你是我回忆起了我的父亲 就不能说 You remind me of one of my fathers 你是我回忆起了我的一个爸爸 爸爸只有一个 所以说my father 但是同学有很多 one of my classmates 或者a classmate of mine 这个表达容易错 所以呢 平时把句子多看一看 就少犯错 少犯错 还有 抢劫 这个词也特别容易错 a rob somebody of something 一定不能跟rob something 抢某个东西 不行 但是 steal 可以跟steal something 但抢呢 它是冲人去的 一定先跟人 比如说 the robber rod me of my wallet 这个抢劫犯 这个抢到 抢走的我的钱包 这么说 这个一般是抢东西 但还有一个 剥夺某人的权利 你看搭配多像 咱们一块记笑了就高了 我们再大声读一下 注意字母V 最后停留着上牙 处下成V V 这个动作停住 我们大声那边 deprive 好记住 再来一遍 deprive 先加人之后 再加of 再加这个东西 这个权利 这个才对 我们看例子 Some criminals were deprived of political rights 有一些罪犯 怎么样 只用被动了 被剥夺了政治权利 我们经常说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那就用这个 这是剥夺某个权利 一般跟他 这个注意搭配 特别容易错 还有再看一个 使某人对某事放心 这个搭配也是 先加人之后 再加of 再加东西 我们再读一下动词 assure 再来一遍 assure 使某人对某事放心 我们看例子 The dealer assured me of his quality 这个dealer呢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商人了 商人让我放心 商品的质量 你放心吧 咱们都老朋友了 不会骗你的 拿回家用 出问题 我给你换 assure me of his quality 可以这么说 所以这个单词特别重要 我们总结了一堆 先加人之后 再加off 再加事情搭配 咱们一块记就好了 但是这种搭配不能推广 换一个动词 搭配就未必一样了 所以这几个见过的 我们就可以用了 还是那句话 见过的再写 听过的再说 一定记住 明白不行 一定得背下来 英语教教前文 Easpenson曾经说过一句话 学英语不是学知识 学英语是学技术 技术一个字就得数 怎么数呢 必须大量重复 直至乘速 什么是技术 练书法是技术 练武术是技术 武术怎么练得好 东练三九 下练三副 取不离口 全不离手 书法怎么练得好 写进八缸水使得龙凤飞 英语怎么好 天天记 天天练 大量重复 直到脱口而出 这才是真正会了 你当知识那么研究 是不行的 一定记住 明白之后 要重复背下来 好 这个词我们就看到这